从族渐渐不施过 给过力量保守我 是我一生走在路 是从心满意足 因为我们今年两个多月前 在南北卡联合的退休会上 很多人碰到我就说 哎呀 我听过你弟弟讲道 我的哥哥现在看起来都比我年轻了 好 我们时间到我们要开始这一趟 我们开始有个祷告 主耶稣 我们把这趟聚会 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 每一趟聚会 我们都何等地需要您 就我们脱离字句道理上的明白 把我们带进属灵的实际 主啊 早晨我们都一起坐在你的脚前 你亲自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这些在基督学校里面 做门徒的 主啊 每一个人都能够跟你之间 有最直接的关系 谢谢你 祝福我们底下的时间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想我们今天早上要讲的这一堂课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堂课 虽然每一堂都重要 但是有一些的课是影响我们整个一生的 因为它是持续性的 所以像我们后面的生活要讲到 如何有效地利用时间 如何管理自己的金钱 那些都比较可有可无 虽然也很重要 但是不像最近这两次连续讲的两堂信息 一个是要重视属灵的实际 任何东西 如果我们没有在基督里面 没有真正地达到在圣灵里面该有的境界 很多的东西都是表面的 很多的东西都是理性上的 我们赞同它 但是我们并没有进去 所以圣灵来很重要的责任 是要把我们带进一切的真理 让我们能够真正地进入 那我是不晓得弟兄姊妹怎么样 我过去两个礼拜 我就觉得天天自己虽然讲这堂课 但是好像就被主摆在天平上面 每一件事 每一个角度 每一个属灵的应许 每一件圣经上自己曾经讲过的道 都在这里衡量我自己 那么一蹭就显出自己的亏欠 真的是发现有那么多的未得之地 有那么多属灵的应许 自己没有经历 有那么多神圣的使命 自己没有活出来 有那么多圣经上的教导 自己是懂非懂 有那么多时候在属灵的真战里面 自己疏忽掉了 所以弟兄姊妹 我是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上次讲课的时候也讲了 当神每一次显出我们的不足的时候 当我们每一次被曝露出自己的亏欠 自己的败坏 那我们要从正面来看它 当作是我们属灵成长的机会 我说在时间里面 就连神的管教 甚至连神的审判 都是恩典 让我们在今生 在时间里面就发现自己不够 就发现自己离神差远了 那这个awareness 这个realization 这个属灵的醒悟对我们是重要的 所以现在我们今天要讲属灵的真战 我知道这个题目其实是找打的 任何讲员 你真的要讲属灵的真战 你自己都会挨打的 因为他不要你讲这个 对不对 哪里会有两国相战的时候 谁会希望你去那里 讲他们的strategies 或讲他们怎么样子 胜过他们的路 那从第一点不甘心的 所以自己也在这些生活里面 常常也要很惊心 很小心 我每天都跟于叔母一起好好祷告 因为要讲这个道 你一定给自己找麻烦 那这弟兄姊妹 圣经上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 仇敌是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 要吓唬我们 要攻击我们 要拦住我们在主人面前的成长 要拦住我们在主面前过得胜的生活 像今天早上大哥讲的这一篇信息 我们也常常讲 对不对 那弟兄姊妹 你连于元首的这件事情 是太重要的事情 连于基督 什么时候切断呢 什么时候你别的都不要谈 只只离开葡萄树 第一个就是枯干 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 你不管你外面表现得多好 别人甚至夸奖你 你甚至在教会可以有很好的服饰 可是你只要跟生命的源头是分开来的 你里面一定枯干 而第二个结果就是你完全没有用 被丢在外面 甚至被火烧掉 你在主面前不会活出一个有价值的生活 所以我们每一篇信息 我们都要求神 让我们带着很谦卑的心来听 那这一篇信息呢 讲属灵的征战 我希望我们要平衡 要适当地来看属灵的征战 要看得合乎中道 不能够轻看仇敌 但是也不要高看仇敌 这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属灵的征战 有的时候我们太轻忽了 那有的人又太高看了 什么东西都是撒旦 那吓得不得了 那其实也不对的 不要把撒旦看得那么高 但是更是不能够轻看撒旦 我们今天要讲属灵的征战 你知道在2003年3月20号 美国跟伊拉克第二次征战 那时候我就很注意到新闻上 那我就看到新闻在那里报道 这些兵很多都是还是很年轻的美国大兵 被碰到伊拉克去 你知道当他们被放在战场上的时候 这些年轻的孩子们 这些军人他们都 其实里面也是充满了很多的恐惧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死掉 你很可能明天你就死掉了 很可能你现在在营里面 安安静静地突然一个汽车炸弹来了 突然来的一个什么炸弹就把你炸死了 所以军中的牧师每一个小时举行一次的聚会 让所有有需要的人可以来 他虽然聚会不会一整个小时 但是每一个小时他们就一定有一个聚会 让有恐惧地 害怕地可以来到这里聚会 然后镜头就转到美国 在美国的本土 大家照样吃喝快乐 好像没有事情一样 酒吧里面一样有人喝酒 大家一样在那里看球赛 大家一样在那里生活 过各式各样的生活 马路上走的路都跟平常一模一样 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 你有没有真正地进入征战 还是只是说说谈谈 还是只是知道有征战在进行 那是两件事情 就筹底一个很大的诡据 就是让我们根本忽略征战 我们知道有属灵征战这回事 但是你自己没有被摆进征战的时候 你整个人是松懈的 虽然是美国跟伊拉克开战 对不对 派的是美国自己的子弟兵去了 但是美国的本土里面 大家生活得舒舒服服的 除了父母亲 像我大哥的孩子也被送到去伊拉克国 他们是不准讲的 对不对 但是爸爸妈妈就担心 知道孩子突然失去联络了 很长一段时间 他知道孩子要被送到伊拉克去 就是这边 那父母亲就会紧张 因为anytime anything may happen 任何时候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所以今天我们讲属灵的征战 我希望弟兄姊妹 我们从心里面来认识这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就是要认识 属灵征战的全面性 严肃性和持续性 属灵的征战是全面的 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 他说整个世界 现在都浮在那恶者的手下 不是神要这么做的 神造人是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 是要叫人享受他的爱 享受他的恩典 享受他的同在 是人自己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了撒旦 所以撒旦今天得到了一个 一个暂时的属地管理权 所以整个地现在是浮在恶者的手下 所以圣经上也告诉我们 特别以佛所书第五章 我放在今天的背诵经文 他说我们今天不是 以属血气的征战 他说我们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着幽暗世界的 还有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在讲征战的时候 我希望弟兄姊妹知道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信免 不信耶稣的一样 因为整个世界 现在浮在恶者的手下 他可以兴风作浪 他可以任意进出 除了神的儿女们以外 我们读约伯记曾经讲过 神用那一道看不见的篱笆 invisible fence like God 来protect我们 来保护我们 神的儿女们遭遇灾难 跟世人遭遇灾难 是不一样的 仇敌可以自由进出 任何一个在他权下的人 但是对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 神不许可的话 他不准 所以征战是全面性 不光是每一个人 都不能够逃避 而且这个全面性 撒旦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他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只有生病了 长癌症了 碰到困难了 才叫属灵的征战 任何的方式 仇敌都可以用 任何人事物 仇敌都可以用 这是我们要很小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圣经上讲到仇敌 来攻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把它归类起来的时候 虽然罗马书第六章 在对付罪 加拉太书第二章 在对付老亚当 我们这个老己 自私的生命 坏坏的本性 加拉太书第五章 在讲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 第六章讲到世界 整个世界都在这里诱惑我们 所以仇敌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来approach我们 来接近我们 来伤害我们 来找到破口 来攻击我们 仇敌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也不要以为说 征战一定就是外面看起来很激烈 就连你觉得太平无事的时候 征战仍然在进行 这就是我说的 征战它不仅仅是全面的 它是很严肃的 而且它是持续的 如果今天弟兄姊妹 你自己不觉得你活在属灵 征战中 原谅我说 百分之八九十的人 已经是手下败将 我讲真的 百分之八九十的人 已经是仇敌手下败将 因为你连征战在进行都不知道 仇敌可以用整个世界 很舒适的生活 用你很忙碌的生活 用你很routine的生活 把我们整个人给蒙蔽掉了 我1982年的时候 我说过我在红木城聚会 那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 他突然决定要回台湾去 他走之前 我们弟兄们跟他吃饭 弟兄姊妹请他吃饭 最后的分享的时候 这个故事现在大家都在用了 就是他说他乡下 他从小在乡下田间 他爸爸是农夫 他们在台湾在乡下长大的 他说每次煮那个田鸡 就是像青蛙的那个 他说他们从来 他妈妈从来不会 他们从来村里面的人 都不会这么做 就是不会把水煮得沸腾腾的以后 才把田鸡丢下去 因为他碰到热水 他一挣扎的时候 热水会溅出来 他们都是把它放在凉水里面 温水里面 它舒舒服服的 然后底下开始加热 等到他发现不对劲的时候 他已经跳不动了 所有的神机肌肉都被disable 所以当你自己觉得没有主灵征战 余利兄你唯言耸听 根本没这回事 你看我活得好好的 那你就试试看 当试探征来的时候 你跳得起来跳不起来 当你在一个征战面前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得胜 很多的时候 当那个局面出现的时候 你发现我已经来不及应付了 我没有力量去应付他 大卫 你这么爱主的一个弟兄 这么爱主的一个神的仆人 当他警醒的时候 仇敌在他面前站不住的 当他松懈的时候 一看到拔斯巴 他受不住了 他犯罪了 那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 可以在这场征战上 我们轻忽的 所以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 整个世界浮在二者的手下 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知道 这场征战其实是很严肃的 因为所有的征战 就连地上的比赛 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 就是要知道你的对手是谁 对不对 美国NFL NBA 或是打棒球 或是什么 下一场是跟谁打 一定要知道对手是谁 对不对 把他们所有的资料调出来 这个投球的人 球路是什么 这个quarterback 平常打是怎么个打法 他们的战略是什么 你通通都要有 第一手的研究 第一手的了解 你不可能随便去打 打拳击也是这样 明天我的对手是谁 我一定要对他 有很充分的了解 孙子兵法也说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那我们今天如果 连自己的对手是谁 都不知道的话 所以我们常常以为 我们的对手是 我们的另外一半 我们最近去参加一些 家庭讲座的时候 他里面都一再地重复 他说 Your spouse is not your enemy 他说你的另外一半 不是你的仇敌 今天很多人就觉得 对方是我的仇敌 虽然不敢明说 明说吃不完兜得走 但是心里面总觉得 是他在为难我 是他让我生活这么苦 是他让我不能爱主 是他让我不能快乐 我们天天认为是他 是他 其实弟兄姊妹 不管仇敌 借着任何的方式 来接近我们 他的目的 都是为了偷窃 杀害和毁坏 所以我说 这场的争战是严肃的 你要知道你的对手是谁 不是一个属血气的 一般的人 今天大家讲到 讲到Isis 大家都会怕 讲到一些暴徒都会怕 你住在美国都还好 我不晓得有一天美国 会不会变成跟中东一样 跟在其他地方一样 你到超市 任何一个超市都可能炸掉 你做任何交通工具 随时都会炸掉 你那个时候就晓得 什么叫做活在战争中 那仇敌可以借着 各式各样的方法来这里 他来的目的 就是偷窃 杀害和毁坏 从来没有改过 从来没有改过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如果我们知道 我们的对手是谁 他不光是一个执政掌权的 一个恶魔 一个魔鬼 圣经上有很多的形容 说他是谎言之父 他充满了谎言 他是一个世界的王 你爱他 你顺服他 他会给你很多好处的 真的 所以你也千万不要以为 你得到一个很好的工作 那就一定是出于主 Not necessarily true 不见得是真的 看到很多的人 就把自己丢到网络区里面 你也不要以为一个很漂亮 你从心中的白马王子出现了 他就是 我跟你讲 你一定要小心 撒旦都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 很多东西看起来都很好的 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到底是在跟谁争战 而他来的目的 他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 所以我这里的经文实在很多 我没有空都列 你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 他说物要紧守紧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以吞吃的人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 你看到了没有 我们的仇敌 他没有说世界上有个仇敌 他说你们的仇敌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仇敌 而他是个魔鬼 他是一个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在寻找可以吞吃的人 换句话说 仇敌一直在找 他一直在找 我有一次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 我觉得今天的魔鬼 其实是最舒服的 他根本不需要找 All you can eat 我讲真的吗 今天真的仇敌在吃buffet 他根本吃不完的 随处都可以吃 不要找的 初期教会的时候 他们在苦难中 在艰难中 他们那么警醒 他们那么得胜 仇敌说要寻找 今天他不需要找 所以是可以吃的 主耶稣在临走之前 对彼得讲 他说西门西门 撒旦想要得找你们 好 甩你们像甩麦子一样 优优子们你看到了没有 整个仇敌的权势 想要得找我们 整个仇敌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寻找可以吞吃的人 而这件事情 从神造人一开始 在伊甸园里面就发生了 小当夏娃 就是相信了仇敌的谎言 当罪一来的时候 底下所有的征战 你根本都不要打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要跟大家讲 罪是仇敌 征战中的第一个武器 而且是从来不放弃的武器 你不要以为 一定要做大的事情才叫罪 你任何的东西 你在主的面前 你跟神的关系 在主的话语面前 我们的不顺服 通通都是跟罪发生关系的 所以我们亚当夏娃 就是不信任神所说的话 接受了撒旦的谎言 然后罪就禁了 而且不光禁到他们心中 也因着他们 禁到了我们子子孙孙 到我们今天 我们都受到这个伤害 所以你不要去怪亚当 我们一样 仇敌可以用各样的方法 在这里来伤害我们 所以离开圣洁 要去讲属灵的征战 那是突然无功的 只要罪在我们心中有地位 所有的属灵征战 统统不要打 所以当以色列百姓 面对爱城的人的时候 爱城的人明明很少 他们前几天 才在耶利哥大得胜 坚固的银垒 在他们面前倒下来 最强大的迦南人 在他们面前失败 可是来到爱城的时候 他们却失败 因为神说 因为在你们中间 有当灭之物 那你神讲到了 两件严肃的事情 我觉得没有经文 比那两节更触目惊心的 他说在你们中间 有当灭之物没有除去 你们如果不除去的话 神说到两件事情 第一个 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 第二个 你们在仇敌面前 必定站立不住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不是不会犯罪 我们都会犯罪 但是犯罪之后 我们立刻在主的宝血底下 我们彻底悔改 转向神 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 反败为圣 基督徒不能够百战百败 但是决定要百败 还要百战 这两个不一样 听得懂 虽然我们会失败 会失败 会失败 但是我们never give up 我们对神 对神的恩典 对神的呼召 我们从来不放弃 但是对撒旦 我们never give in 永远不妥协 永远不给魔鬼留地步 这是圣经上 那属灵的征战 是我们这一生 所无法避免的 我说到它是持续的 所以奇事录十二章十一节 它说 弟兄们胜过它 是用羔羊的血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是要自己所见证的道 所以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上 要得胜 要胜过撒旦 一定要跟自己 所付的代价有关 他们这个代价 甚至大到一个地步 就连死都值得 他们虽至于死 也不爱惜性命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知道 这个属灵的征战 我为什么先要跟大家讲 对属灵征战该有的认识 因为心思 永远是我们第一个战场 Mrs.Pen-Louis早就讲 心思是我们属灵的 第一个战场 第一个battlefield 第一个战场 就是我们的心思 我们心思里面 只要失败了 底下的仗也不用打 所以出底就让我们 轻看属灵的征战 觉得不要那么严肃 信耶稣可以 不要那么严肃 讲属灵征战可以 不要那么草木皆兵 不需要那个样子 它可以在思想里面 就改变我们 它可以在思想里面 就先让我们得生 想说 我做这样子事情 有什么不行 有谁不这么做呢 他在思想里面 你只要失败了 底下你的行为 就会出来 所以弟兄姊妹 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 要用救恩的头盔 戴上救恩的头盔 因为心思是第一个战场 你只要被剑射中了 脑袋 你这个人是必死的 脚射中腿还不见得死 射中脑袋就一定死的 所以我们的心思要很小心的 连菲利比书第四章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里 guard your mind 能够来看守你们的心思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就是我们的心怀意念 是需要被保守的 圣经上以赛亚书二十七章第三节 那里连主都说 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 我必时刻浇灌 昼夜看守 免得有人损害 弟兄姊妹 你发现了没有 连神都这么警醒的 看守葡萄园 时刻浇灌 这是指正面的 用主的话 用主的爱 用主的恩典 用主的生命 来浇灌我们这个人 但是反面的 他说我昼夜看守 因为有人要来破坏 而且撒旦一直要刺激破坏 他不是只有晚上才来 白天不来 我昨天早上来教会 城岛的时候 我一早上车 我就发现 奇怪 我怎么旁边的 这个passenger seat 那个座位上乱七八糟的 那个compartment里面的 什么太阳眼镜 鱼师母的鱼伞 放的napkin 然后全部都放到我的椅子上 我想他昨天晚上来翻什么 为什么不放回去 结果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 我就问他一下 他说我没有翻 昨天礼拜五回到家都11点了 我没有翻 就问儿子 儿子也没有翻 所以表示可能是邻居的小孩子 就是试试看谁掉的车门没关 看看有没有手机 iPhone在里面 他也没有把我车窗打烂 也没有拿什么东西 他就是翻不到手机就走了 顶多一两块钱被他拿走了 那他是趁着夜深的时候 你看我晚上11点才回家 所以他夜深来 他不敢白天来 对不对 所以地上的人做坏事都还要挑时间的 撒旦是24x7 直到我们见主 他都不停 所以我就说我们今天这个人 圣经上说我们是福在二者的手下 整个世界空中执政掌权的 你不要以为你住在天上搬到月亮去 花了几十万美金 申请到可以到去住月亮 你就没事了 都一样 整个空中执政掌权的就在撒旦底下 你今天把一个器皿塞到水里面 一辈子放在水里面 什么时候只要有空隙 水就一定进去 Anytime 只要它沉不住了 只要有空隙 水一定进去 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生活只要有破口 仇敌就一定来 只要我们有破口 心思里面有破口 心思不单纯 情感不单纯 意志在主人面前不绝对 你知道仇敌有各样的方法进来 它可以借着肉体 它可以借着世界的诱惑 它可以借着罪恶 它可以借着任何的方式 只要有破口 仇敌就一定可以来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当我们听这些信息的时候 你就晓得 属灵的征战 它是真的是严肃 所以我希望我们第一件事情 能够认识征战的全面性 严肃性跟持续性 每一个东西 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第二件事情 面对属灵征战该有的态度 第一个绝对不可以轻看 哥尼多前书第七章第五节 他在那里说 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 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 而主耶稣在科西玛丽园的时候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也告诉我们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撒旦是趁着机会的 而我们需要警醒的 连主耶稣 我刚才引用的以赛亚书二十七章 旧约耶和华神都警醒看守 新约主耶稣自己 他都警醒祷告 那你说我们这些亚当后代的人 当我们不警醒的时候 我们怎么可能得胜 我们怎么可能得胜 所以我去年到Colorado 去参加一个Pastoral Conference 一个牧者的退休会 那个时候 Jan Stobson的 他的Carson 他就是专门做牧师的辅导 牧师的牧师 人家称他做 他那天讲道的时候 他就说 他说撒旦是非常非常 他不仅仅很狡猾 很skillful 他是非常有patient 非常有patient 他说他可以等你 等四十年都可以 他像一个吼叫的狮子 像一个很诡诈的蛇 他浮在草丛里面 他可以一直等你等你 等到你四十年以后 你松懈了 你影响力很大的时候 他可以出来一下子攻击你 他说撒旦是非常非常有计划的 所以以前我听到一个弟兄讲 我也是很深地感触 他说撒旦是钓鱼高手 他知道我们的弱点是什么 他知道什么样子的鱼饵 可以针对这个人 有用 他知道在什么时候出手 When is the best time 他也知道how 怎么样子的出手 可以打倒我们这个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真的要小心 刚才大哥也交通过 我们自己不小心 我们的本性 因为是老亚当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只要里外一硬核 罪就生出来了 私欲怀的胎 试探来 私欲怀的胎 就生出罪 罪就生出死来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主人面前 真的是要非常小心 有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事情在发生 我在预备的时候 我就想起来 我们教会2000年到2007年 我们在迪安萨高雷 我想在座还是很多的弟兄姊妹记得 那时候我们是搬运的教会 就租了学校的场地 你知道我们2000年才进去 不到几个月 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 至少对我们教会是很大的事情 那个时候的相片 还不是那么用digital的 还是要照照片去洗照片的 结果有一个女孩子 叫做Catty Burnett 她在冲洗照片的时候 她突然发现照片里面 有很多的炸药 还有武器 有人送来 她就惊讶 她就报警 结果警察就根据这个东西 就去抓到一个人 这个人他是在迪安萨学校里面 大概受到的冤屈 或是有愤怒 他准备这个周末 要去把迪安萨的 Campus Center 要把它给炸了 我们教会就正好租迪安萨 而且是使用Campus Center 你知道吗 就在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 背后有这些事情发生 他准备趁着周末 去把那个地方炸掉 但是这个人因为警醒 发现了报给警察 警察出来出面 抓到这个人 到他家里面找出这些东西 然后询问他 才知道他要来 Campus Center 所以我觉得今天 征战一方面 我们需要神保守我们 但是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 征战都在进行 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 征战在进行 我们自己不知道 以前二十多年前 有一个老师母送给我们家 几个台湾的小黄瓜 那时候不像现在 到处中国店里都买得到 那时候我们当宝贝的 那种了四棵 那个叶子都开始长 我们都很高兴 哪里晓得 早上去看的时候 叶子也被吃干了 根也被吃了 我跟余生母从来没种过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后来打听了 请教了 才晓得 那个半夜 就是因为我们浇水 那个地是湿的 潮湿的时候 它有一种像蜗牛一样 蜗牛是snare 另外一种是没有壳的 那种软虫 它叫做snag 我们就叫鼻涕虫 在地上走的那种 它就半夜起来 它就把你一个黄瓜 四颗都给我们吃光光 只剩下根的时候 我就赶快去买那个药粉 撒在上面 照他们说的 撒在上面 然后浇点水 你知道我第二天起来 收尸体 收了多少只吗 将近八十只 将近八十只 它就在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根本也不知道 有这么一号仇敌 你连有这么一号仇敌 都不知道 它就在你夜里睡觉了 它专门在黑夜起来 吃你的东西 对鼻灵的身杖 我们决定不能够轻看 你要到主面前 警醒祷告 到底我今天 有什么地方 已经落在仇敌的网络 不要以为不犯罪就没事 仇敌有的是办法 它可以借着你 让你看起来 以为不是明显的罪 但是它把你放在水里面煮 让你的能力 让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抗拒仇敌的力量 在一天一天的里面 我们被腐蚀 我们失去了 到最后拦出来的时候 我们出不来 大卫就在那里天天休息 别人出去打仗了 从前自己出去打仗的 现在自己在家里面睡觉 睡到日头平息 不知不觉 他能力失去了 他里面的正直失去了 他里面向着神的敬畏失去了 等到仇敌一来的时候 他站不住了 丢子妹 我们要很小心 不是只有跟八十八犯罪 才叫罪 在我们开头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为了犯罪 在铺路了 仇敌太知道我们了 第二个我们要知道 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所以也不是凭着血气征战 所以刚刚我们的背诵经文 以佛所书第六章 特别提醒我们 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而在我们底下 讲到西大段的小西的时候 我领用了哥林多后书第十章 三到五节 那你也讲到我们不是用 凭着血气征战 所以你千万不要从外面去看 我们这人活在血气里的时候 我们看什么事情 都是根据外面的 所以有人围栏我们 我们认为我们在征战中 我们生病了 我们认为在征战中 网络色情会吸引我们 我们认为在征战中 所以我们都是那种看得见的 去衡量 去了解 自己在征战中的状况 但是我们却忽略了 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它是无所不在 它是一直持续地从来不放弃 撒旦是从来不放弃的 而且撒旦是用各样的方法 而且撒旦是在他最好的时机 他来得着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小心 所以我们也不是凭着血气征战 所以有时候我听到 有一些人在那里大声祷告 我不是说大声祷告不好 有时候喊得过头了 好像越大声越得胜 没有的事情 你不要以为你喊破喉咙 喊得那么勇敢 把弟兄姊妹都吓跑了 这个仇敌一定跑 没有的事情 仇敌才知道我们几斤几两 以前我听过故事 当然我自己不在那个世代 我不知道 这个山东 我自己老家是山东 有一段时间 闹鬼闹得很厉害 有两三个特别有赶鬼恩赐的人 被请 就是在山东那边 他们哪边被鬼附 就马上请他们去 而且他们奉主的名 那些鬼就一定出去了 有些人被鬼附到一个地步 可以飘在空中的 甚至他可以输入你 输入传道人 这些鬼附的情形到处都是 这两个人就天天忙地到处跑 他们后来也学乖了 他不光奉主的名叫他出去 而且奉主的名 不准你再进到任何人的地方去 因为这些鬼太聪明了 他从这个人出来 泡到另外一个人身上 那听说有一个弟兄 有一个姊妹 他们两个在神家里面属灵 非常非常的敬畏神的两个人 当他们到山东去服侍的时候 听说他们才到了那边 风平浪静 风平浪静 他们自己在上海的时候 教会有人被鬼附 请他们去 他们说我对赶鬼没兴趣 去请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也就说 他说我不会赶鬼 都是安静的人 可是当他们真的进到山东去的时候 听说山东那一阵子安安静静 这个属灵的权柄被他们带来 因为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阵战 弟兄姊妹 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知道 不是大喊大叫 那我也不是说叫你们以后不敢祷告 我们不是大喊大叫的 我们是能力 属灵的能力是对的 但是我们 因为我真的听过一些人 几乎是喊破喉咙的喊 那是没有必要的 在湾区有一个韩国牧师 甚至喊到一个地步 拿棍子打他的圣徒 就会把人家打死了 人家他为了赶鬼 那是二十多年前 在欧克兰 就是鬼 我奉祖的名 我奉祖的名叫你出来 他甚至拿棍子打人家 就会把人家打死了 报纸上报得很大的 大概有三十年 不适于属血气的阵战 我也很喜欢大喊祷告 我年轻的时候更大喊 然后弟兄姊妹 关键不在大喊小喊 关键在乎我们自己里面属灵的情形 所以我们这种默默无声的 其实很多的时候已经被吞吃了 第三个 需要从国度和永恒的角度来看征战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有时候我们把属灵的征战 弄得太个人化了 我碰到试探 世界在我身上有捆绑 我天天都集中在我自己的身上 弟兄姊妹从某一面来说 这也不能算错 因为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注重属灵 征战的话 我们是不可能有大的得胜的 我们自己一定要面对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 属灵的征战 神从来没有留我们一个人去面对 属灵的征战 这是国度跟国度的事情 这是黑暗的国度跟光明的国度 撒旦的权势跟神的国 两个国在征战 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主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12章28节也说 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 就是神的国在你们中间 所以你知道吗 当主耶稣在这里好像是一个event 好像只是一个事件 主把这个人身上的鬼赶出去了 但是弟兄姊妹 神主却让我们看见 当我奉着神的灵赶鬼的时候 就是神的国临到 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教导 我们愿你的国降临 当我们在征战的时候 我们是用整个国度做我们的后盾 知道属天的国度一定得胜 所以当保罗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 他在雅基帕王面前讲 他说神召我出来传福音 是要叫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的泉下归向神 整个撒旦黑暗的权势 跟光明的国这两个是不能对立的 光照到哪里黑暗一定走的 所以当神的国被带下来的时候 撒旦的国一定瓦解一定失败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争战不是凭自己 决定不能凭自己 我听到一个连长的弟兄讲 宾路易师母他这么深 对神认识这么深 但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晚年病的时候 他在属灵的征战上 他没有活在身体的保护里面 他还是个人 当然这是老人家的看法 直到他后来 他里面realize的时候 他在征战中 他请弟兄姊妹为他唱诗 为他祷告 中间受了很多的苦 因为他一个人单独去征战 那是很辛苦的事情 你单独征战几乎是一定失败的 你想想看 我怎么可能去应付整个撒旦的权势 不能够离开国 今天是两个国度的对抗 而基督是率领我们在征战 所以不要离开国 而且他是一个永恒的角度来看 他不是只是为了我们眼前 所以当我们讲到国度跟国度的时候 亚干犯罪 千一法动全身 整个以色列百姓失败 当大魏得胜 把格利亚打倒了 整个以色列得胜 被羞辱了四十天 在菲利斯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根本没办法 但是大魏一个人上去 借着一个石头就把格利亚打倒了 因此整个国一起得胜 所以都不是为了个人 也都不只是暂时的 通通都是跟永恒发生关系的 第四个 所有的征战 我们是从得胜的地位出发 我们在这里学习 知取基督的得胜 经历得胜 并且活出得胜 这个点我希望大家都把它画起来 征战决定不仅仅不是凭着自己 一个人去面对 而且征战的得胜 不是自己去迎来的 是从得胜里面出发的 基督已经讲成了 圣经上告诉我们 希伯来书第二章说 他已经借着死败坏了 谁 长死权的 就是魔鬼 你会发现整个黑暗权势的头子 已经被基督败坏了 所以基督借着死 已经败坏了长死权的魔鬼 所以撒旦已经是手下败奖的 所以我今天讲说 我们不能够轻看属灵的征战 但是也不要带高看仇敌 他今天已经是手下败奖 他今天是在做困兽斗 他今天是在做最后的挣扎 要拉更多的人 跟着他一起下到硫磺火腹 拦阻人不叫人信耶稣 他希望在他走之前 能够破坏更多神的儿女们 拦阻神的旨意和神的祝福 在人身上的成就 这是撒旦今天在这里做的 所以启示录也说到 撒旦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 就气纷纷地下到中间来 他在这里破坏妇人所生的孩子 讲到今天这是仇敌在地上的工作 因为他知道自己时候不多了 所以我们要从基督的得胜出发 来学习怎么样子支取基督的得胜 来经历得胜 而最后活出得胜 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 他说感谢神能够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 对不对 我们能够得胜 能够在基督里夸胜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说 靠着基督得胜 今天要得胜 只有一个地位就是在基督里 离开基督不可能得胜的 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什么时候在基督里我们就一定得胜 不仅仅安全而且一定得胜 所以属灵的征战是从得胜出发 感谢神 你们怎么都不快乐呢 属灵的征战是从得胜出发 如果我们自己失败的是你自己跑出去了 我们离开了该有的地位 这个你可以从旧约的故事一样看得出来 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打的第一场仗是什么 耶利哥 耶利哥的这场仗 神不仅仅不叫他们动刀动兵 而且在征战之前 他们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 除了行割礼以外 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是什么 守育月节 吃育月节的宴席 地上没有人打仗以前先吃庆功宴 但是神得而你们进迦南 这是一个很好的表号 就是在一切属灵的征战开始之前 神叫他们先回到高阳得胜的根基上 在吃育月节的宴席 在仇敌面前夸圣 这也是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 说在我仇敌面前 你为我摆设宴席 整个耶利哥城高大的银垒挡在那边 迦南地的人 那么凶悍的迦南地人 但是神的百姓根本在那里吃吃喝喝 还没打仗就先吃喝 吃主 喝主 这个叫做得胜 所有征战的胜败 根基 第一件事情我们在这里持取得胜 所以属灵征战得胜之路 我们在这里讲到 第一件事情就是稳踏高阳救赎的根基 还有基督超乎外民之上的名 腓立比书第二章说到 神已经将那超乎外民之上的名赐给了他 叫一切天上的 今天我们都是地上的 对不对 那天上的指谁 是撒旦 也指众天使 一切天上的 地上的 还地底下的 今天我们没有人活在地底下 就是那些阴间的阴魂 所有在阴间的 天上的 地上的 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欺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通通都得服服敬拜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觉得我们今天 太小看了 我们在主面前的得胜 神把得胜的权柄给我们 我们就是认识不够 抽屉就是蒙蔽我们 他怕我们靠主的名 他怕我们用基督的保血 你一用他就要逃 所以弟兄姊妹 你最晓得 今天我们在主人面前 多么亏欠 撒旦真的怕 我也跟你们讲过见证 我们在LA碰到那些被鬼 曾经碰到一个被鬼妇的 中国大陆出来 长得眉目清秀的 那个漂亮的女孩子 大家带我们去 他被鬼妇 你知道吗 当我们一奉耶稣的名的时候 他整个人就抽筋抽起来 整个背后的那个 就是他低的头 那脊椎骨都跳起来的 他就是叫他follow我们 讲所有的话他都愿意 当我们叫他follow我们 讲耶稣基督的时候 他就是不肯开口 从来没有来过教会的人 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人 你讲什么话 叫他跟着你讲 他都跟你讲 独独讲到耶稣的名 他不肯开口 他不开口 我们开 奉耶稣的名叫他出来 弟兄姊妹 你知道吗 这是神权柄给我们 不是根据我能不能 我信心的大小 而是这个名本身就是power 这个名本身就是能力 所以当他们在征战的时候 他们先吃羔羊的宴席 月节 他们不是吃出手节 不是吃住盆节 任何的东西 是吃月节的宴席 这表示我们踏在羔羊救赎的根基上 我们能够得胜 能够在仇敌面前站得住 是因为羔羊为我流血 我所有的罪已经被赦免了 不然没有一个人 在仇敌面前站得住 宋昌杰博士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 他在很多地方传福音 有些前面带师的弟兄 带师的传道人 底下有人被鬼附的时候 就说你什么时候犯什么罪 什么罪就把你颠出来 把你掀出来 人家这人根本不敢带师了 没有一个人 不光神追查罪孽 我们站不住 连撒旦如果控告我们 我们都站不住 今天我们能够站得住 是因为羔羊的保险 所以你发现在旧约里面 他们盖会幕的时候 会幕的树板 放在什么上面 银帽上面 银子在圣经里面都讲到救赎 任何一根树板 画在两个银帽上面 两个他连的 所以这个银帽成为这些树板 能够成为神家栋梁的原因 这些的银帽 能够成为他们承受神家责任的力量 这些的树板 能够让他们成为神家 一切建造的关键 因为没有这个树板起来 神家底下的东西都不需要建造 而这些的 不光是这些树板 这个银帽成为这些树板 能够抗拒旷野风暴的力量 不然他怎么站得住 旷野风沙一来全部倒 为什么站得住 就是因为底下有银帽 成为他稳定的力量 弟兄姊妹 我们所有的征战 一方面是站在高阳救赎的根基上 一方面是靠着耶稣基督 超过外面之上的 真的是要哈利路亚 所以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祂是为了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有一个英文的翻译 不光讲到除面 他说它undu 我想我们用电脑的人都很喜欢undu key 对不对 打了那么多 我最讨厌用iPad写note的原因就是 有的时候写得这么长 一不小心掉了的时候全掉了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任何方法帮我recover 用laptop的话比较容易 用desktop都比较容易 那个word file有个undu key 我用iPad的note的时候 常常它一掉了 我这本写字又迈 写的手酸得要命 蹦一下就不见了 undu key 按的时候它全部回来 所以仇敌 所有在我们身上的破坏 伤害 主都能够undu它 都能够把它恢复 可以把它修复过来 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 他借着死 败坏那长死权的就是魔鬼 刚才我们讲过了 然后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九节 主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 可以践踏蛇和蝎子 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看到没有 其实我们是不应该受害者的 我们应该是让仇敌 被我们捆绑 被我们伤害的 可以胜过他的 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不是因为我有这个能力 而是神给我的应许 不是我有这个能力 而是基督超乎万民之上的你 不是我有这个资格 而是基督的宝血 洗尽我所有的罪 让我可以在仇敌面前坦然 可以在圣洁 全人的神面前坦然 第二个 要穿戴全副的军装 凭着坚固的信心抵挡他 这一节圣经是我很喜欢的 雅各书四章七节跟八节 这两节圣经都宝贵 你发现我们居然一个受造的人 一个属血气的人 这么能力有限的人 我们可以影响神 我们可以影响撒旦 四章七节说 物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哎呀 弟兄姊妹 这节经文是不是应该常用 对不对 这仇敌怕我们 而且是 还不能讲撇滚料流 他是滚着爬着逃跑的 他不是只好走了 他是逃跑的 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 你发现我们很少用 物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第八节是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你发现我们这个人 居然可以有这样大的特权 要不要胜过仇敌 在于自己的拣选 跟神要有多亲近 在于自己的拣选 雅各书第四章 第七节 第八节 摆在我们的面前 物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今天魔鬼在我们身上 挟持我们 伤害我们 破坏我们 攻击我们 是因为我们不肯抵挡他 今天我们觉得跟神很遥远 是因为我们不肯亲近神 那个desire可目不够 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这里讲到要穿全副的金装 那彼得前书 对不起 我漏到第五章 光写八跟九 第五章八跟九 他也是讲到 仇敌像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以吞吃的 他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 抵挡他 因为你们在地上的弟兄们也都是这样子 经历这些苦难 以弗所述六章十一节到十三节 穿全副的军装 也是为了要抵挡魔鬼 所以三节圣经都讲到抵挡 Don't let go 不要让他任凭他 要起来抵挡 靠着主的名 靠着主的恩典来抵挡 这三节都讲到抵挡 所以我们反过来 我们常常都很怕鬼 特别姊妹们 讲到鬼就害怕 但是其实我们应该反过来的 第三个讲到 依靠圣灵的大能 这节的圣经 我很快地念一下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三到五节 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 却不凭着血气征战 我们征战的兵器 本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银垒 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知识 一概都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 请我们记得 不凭着血气征战 然后是靠着神的能力 在这里 以赛亚书十一章也讲到 神的灵是一个能力的灵 我们今天的征战不是凭着自己 神能够照着 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 要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这是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 我没有时间多讲 这一节的圣经至少提到 当我们这样子靠着神的能力的时候 至少有三件事情 第一个 可以攻破所有坚固的阴累 仇敌任何的阴累 各样的计谋 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知识 全部可以攻破 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 可以把人的心意都给夺回 不光仇敌被攻破了 因为被掳的人让他可以回来 很多的时候 你把仇敌的轨迹好像破坏了 但是人不肯回来 那这里说要可以把人夺回 而第三个 使他更进一步地可以归服 顺服基督 所以这是我们在祷告中要知取的 那第四个 要保守自己 不犯罪 不给魔鬼留地步 我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已经讲了 犯罪 是撒旦第一个的方法 犯罪 罪 让我们在所有的征战面前 我们失去力量 罪 十百克弟兄说是仇敌的ground 基地 仇敌在我们身上扎营 设立根据地 任何罪在你的身上 就是仇敌的ground 哪怕它只有一粒渣子 早晚come back 亲爱的弟兄姊妹 就像癌症一样 你只要留下一点点 它早晚回来 而且它第二次回来的时候 带来的伤害和破坏 那是更严重的 所以为什么保罗劝我们 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 弟兄姊妹 真的算我求求弟兄姊妹 好 我们太多的破口 给仇敌留地步 而任何的破口 都可能成为我们 这个人被打倒的原因 你千万不要小看仇敌的诡计 哥尼多前书第十章告诉我们 当我们自己以为 自己站立得稳的时候 反而要更加地小心 就在我们骄傲 就在我们自己以为 站得住的点 可能有一天就是我们 栽根头被仇敌攻击的地方 所以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八节说 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 当你跟神的关系是对的的时候 你不可能犯罪的 凡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 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 你看多好 所以当我们真正跟罪 cut off 从罪恶里面出来 罪恶里面悔改 不给魔鬼留地步的时候 你知道恶者没有办法害我们 至少这个罪恶离开我们 以佛所说四章二十七节 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 也不要叫圣灵担忧 最后讲到不可以单独 要活在身体的保护中 我想这个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 你一根筷子一折就断掉了 你十根筷子在一起就不容易 我们教会有这么多人摆在一起 如果都同心 都一起来面对仇敌 那真是一个不容易折断的 一个炭火 一堆的炭 你把中间最红的炭火 拿出来试试看 就好像在一堆弟兄姊妹 你把一个最爱主的人拿出来 放到一边去 久了它以后失去力量了 你把一个再湿的炭火 放到一堆熊熊烈火的炭火里面 它早晚会热 它早晚会烧起来 这说到需要活在身体里面 我们不可以离开的 我们昨天吃饭的时候 这个德雄说 礼拜五他们小组聚会 有人带蜜剑来 他最近血糖太高了 所以不准吃甜的 他拿到一颗旁边 就好几个姊妹就说 德雄 这叫做保护 对不对 这保护嘛 不然的话就下去了 没有了 它屹立的真的很强 从他血糖发现高以后 他再也不喝口渴了 我失去了一个同伴 那弟兄姊妹 你发现这个同伴是一个保护 你不小心 你一个人 你很容易被抽屉录去 我们需要活在身体里面 在今天这篇的信息 我希望弟兄姊妹 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 我们要很警醒地听 我实在没想到时间过这么快 我也没有空去想 也没有空去讲 很多的时候 从底的轨迹来 都是用一种 我们很容易接受的方式 它会跟你讲出很多的美言 它会淡化这件事情的结果 你发现为什么年轻的孩子 这么容易犯罪 为什么在学校会被人家骗一骗 就去吸毒 就去喝酒 我们听到这些青年人 现在在学校的情形 都很痛心 因为pure pressure 大家都在这里淡化这件事情 你尝一口没关系 不然你的人生里面 你根本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那很多东西是不能尝的 他们告诉我们那种很多毒药 它做得比这种矿泉水还要清泉 看起来还好喝 但是你不能说 我尝一口发现是毒药再不喝 那个一尝下去你就完的了 很多东西是根本不能碰的 但是你发现 当仇敌要来接触我们的时候 它永远淡化这些consequence 为什么不能交女朋友 每一个人都有 但是他们却忽略了 他们在这个年纪 没有克制自己情欲 或是试探的能力 就在这个时候 很多人就出事情 所以仇敌会淡化事情的结果 等到你进入错误的时候 它就帮助你来找理由 找excuse 让你compromise 让你来justify你的behavior 你会说这有什么呢 别人不也这样子吗 我只是做一做 过一下就好了 它是让你淡化 让你去justify 等到你真失败的时候 它就第一个会来控告我 控告到让你在主人面前 灰心放弃 不敢回来 不敢回到神家了 这是仇敌一直做的事 弟兄姊妹 这场属灵的争战 我再说不是个人的 我们彼此都需要 我们真的彼此都需要 我每次听到 来到教会里面 听到弟兄们祷告 看见弟兄姊妹的爱主 看到同工们在办公室的认真 我自己里面都很受激烈 因为觉得是在一个身体里面 神没有教我们孤单的来面对 那更何况主亲自在这里 率领我们争战 我想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不唱诗 我们有个祷告 好不好 在我祷告之前 我也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 都自己很真心地在主面前 问自己一个问题 到底我现在是不是在撒旦的手下 到底在我里面 有没有什么隐藏的罪 舍不得放下的 我不肯被带到圣灵的光中 勇敢地去面对它 在我里面 有没有给仇敌留下了任何的余地 而我接受仇敌的谎言 我去justify自己 去包容它 容让它 容许它 今天到底我在这里 我是不是太轻忽了撒旦的存在 每天 一天过一天 活得好像没有仇敌存在一样 我是不是常常失败 太不认识了基督的得胜 太不认识宝血的能力 太不认识知道如何来依靠圣灵 我是不是最近很单独 觉得不想来教会 所有的这些 通通都可能给我们带到一个更可怕的结果 因为仇敌的工作从来不会止息的 它只会加征 它不会减少 它永远都是严肃的 属灵的征战是不胜者败 今天如果我们没有活在得胜中 我们已经在失败中 属灵的征战是24x7 一直在持续的 而我们居然是以空中指正掌权者的恶魔戒战 别让我们都在主的面前 照着主的话 勿要紧守紧醒 不让仇敌吞吃我们 不让撒旦趁机胜过我们 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 耶稣 我们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你的手里 赦免我们 赦免我们所有的过犯 赦免我们对仇敌的轻看 赦免我们对你的信心 对你所赐给我们的权柄 和得胜的地位 我们这么轻看 主啊来帮助我们 来更新我们 让我们都刚强起来 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得胜 我们早就已经被你放在得胜的地位上 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 如何从基督的得胜里出发 我们来支取得胜 来经历得胜 以至于我们真是活出得胜的生活 祝福你的教会 弟兄们胜过它 是因着羔羊的血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但愿我们众人都一起同心起来 我们高举基督 我们一同也高举基督的得胜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感谢观看